天气变热高雄最近独闻肆虐 不仅是居民一个晚上要起来打蚊子好几次 根本睡不好 连职棒Lamigo啦啦队的女队员也受害 因为工作的时候必须要穿着短裙 结果一双美腿被蚊子大军盯成了红豆冰 高雄市卫生局表示会加强沟曲里的朋友 四五月的春夏交替季节 并没问问题总是扶上台面 连啦啦队正妹白皙美腿 一整天下来都被盯成了 就不得性 记者实际测试光石天文派一挥就打趴了 一堆蚊子 除了民众爱去的公园之外 连饭店业者也深受其扰 因为防蚊动作跟不上蚊子滋身速度 蚊子多到连顾客都害怕 根据统计今年目前就有一例登格勒个案 不过卫生局也将做周期性的喷药措施 提醒民众局家卫生多留意到户外环境做好防蚊动作 并没问问题就不再指示 麻烦事记者马日文宋德威告诉